大家好,今天就來開箱我們TELFIN的貨架 因為接下來我就要去台灣環島 為什麼要一個貨架呢? 你去台灣環台就不是去樓下買菜 你去樓下買菜可以用一個背包 或者用一個袋裝10多kg 最多給你一個小時都解決了 但是你去台灣不是 你面對每天早上六點起床 吃完早餐大概是七點到八點 到下午又或者你慢一點去到六點 才去到你的目的地 但這裡是中間六到十個小時的旅程 你還要不是一天 這裡有九天 有些人可能踩十五天都有 但是你沒有可能把所有東西背上身 2016年的時候 其實我做了一個錯的決定 我就打算把所有東西背上身 那時候又帶了腳架 以及一個20L的背包 可以去到30L 所以整件事又去到大概二十多公斤 結果踩了幾天 就頂不住 最後也買了一個貨架 那如果你不用買貨架 那當然是最好 但是 因為買貨架很麻煩 首先第一件事你要找 第二件事就是要看你的車是否適合 很多人在香港買單車回來 其實是用來做運動 沒有想過買一部車回來 才會有一個貨架洞 給你裝貨架 所以很多人買了Mobile回來的時候 才知道去到旅行 原來他裝不到貨架 那我就有我們今天的這個Telfin的貨架 那我今天來做一個開箱 特色其實就是Mobile都可以裝到 那我們就有一個貫穿軸 那其實這個貫穿軸 就是要配上貨架一起安裝 那就可以令到你的車不用有貨架 你不用有貨架洞才能裝到這個貨架 那我們今天就來示範一下 究竟怎樣裝這個貨架 那我們就有這個軸心 那裏面就跟著兩個戒指 那這個戒指其實拿來做些什麼呢 那這樣 因為我們裝下去的時候 其實就因為要兩邊都 凸出來的位置都要一樣多 那所以他就會給我兩個不同的長度 那我們就可以adjust 那大家買這支貫通軸的時候 就要小心 因為這個就是M12 那就是說這個是1.12mm的直徑 還有就是1.5羅文規格 那這部就是我單車的規格 那大家買的時候 自己都要留意一下 你自己這部單車是什麼size 的這個軸心 那才好買 好 好了 扭實了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 車架的兩邊這個軸心 凸出來的長度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好 那大家要注意這一點了 那兩箱TELFIN的東西 我還沒打開看過 那現在就和大家一起打開看看 裡面有什麼東西了 好 那我們就打開我們的第一盒先 那打開這個盒 這個就看到我們的貨架袋 這個貨架袋 這個貨架袋叫做L-O-Pack L-O-Pack其實是說 它的袋其實比較低封了 因為它本身之前出一個 就是兩邊側袋 後來才說出這個單袋 那單袋肯定是會比兩邊側袋比較低封了 那另外現在看到的這個支架 其實是用來把袋裝上去的 那另外有一個扣 就是扣住那個Seedtone的位置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主角 今天我們的貨架阿腳 那這個就是碳纖維來的 那其實買這個貨架阿腳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兩個選擇 那第一個就是鋁合金 那第二個就是這個的碳纖維 那碳纖維 那其實比起鋁合金 其實你應該是會輕 大概100g到200g左右 如果鋁合金的話 這兩邊就會有個螺絲位 讓你裝個水壺架上去 那就會更加方便的 那所以某程度上我覺得鋁合金版本 其實是會比較實用少少少的 那但是為了重量和壽命來說 那我最後還是選擇了碳纖維這款 那這個貨架送過來的時候 其實發生了小插曲 那它的軸心送過來的時候 那盒已經打開了 那它那個盒其實又不是說包裝得非常好 那這樣結果就應該可能那個盒就 掉了支軸心出來 那支軸心就跟著那個箱的洞位 就掉了出去 那但是它們也都很快 這樣就 傳回新的軸心給我 那完全不需要收任何的費用 那但是前後都搞了整個月 那但是結果我最後收到了 那當然我不急用的 那其實就蠻好的 那我手上這個呢 其實就是那個 那個座位的那個扣 那有一個長版本 還有一個短的版本 那我就買多了這個長的版本 那我怕我那個座位 因為它是水滴型來的 就有機會裝不到 那所以就買了這個extender 那打開了所有的packing 那我們就現在要來試一下 看看如何裝這塊東西 了 1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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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列印上写建中心 列印上写成串 列印上写一模,使用激光 列印上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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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扣拉一拉就裝進去就已經扣緊貫穿軸了 在座管這個位置其實很簡單地把膠扣拉到另一邊 這樣再鎖上去就已經完成了 整件事其實是很穩陣的 我想搖來搖去其實都感覺不到它是會移動的 應該是重一點的東西都可以裝到的 我們就試一下怎樣裝上去 首先就是我們要在袋子前面有一個扣 卡住前面這個扣位先 然後再拉開後面兩個鐵扣 兩個鐵扣其實是很單身的 扣著下去就可以了 這樣其實很方便 就算你拆或裝進去 其實一部分都可以搞定了 還有這個袋子防水 所以這次其實我是用錢去買這個方便性的 接下來就要試一下放我的手機 大家可能會心想 去踩單車帶什麼手機 其實我買這個手機 對我來說是很有用的 因為我DJI的影片動不動就5-6個小時 如果你說我要過片下去HDD的話 那真的要有一部Laptop才比較方便 所以我買這個袋子其實主要原因 也是因為我看到別人是可以放到Laptop下去 那我才買的 所以現在就可以試一下看看放不放下去了 Laptop放到落袋子 但是不一定是可以放到上去的 那我現在捲捲捲捲做回防水 這樣就再扣扣 那我們就再試一下放上單車 看看貨架 那個其實最重要的 我看看SIP位會不會頂住那個Laptop 然後現在裝上去的時候 那我裝上去發現到 其實原來打直了Laptop放 然後Laptop就可以卡住了 在SIP位底的兩個軌的中間 那它就可以很穩陣了 甚至我覺得是會減少了 整個袋子左右房洞的那個位置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次算是成功了 很厲害 那還有到時候 這個袋子應該會裝上去的衣服 那些東西 所以兩邊應該會比較脹 那左右邊角 那兩條帶 這樣就可以蓄緊 那個袋子了 那這樣應該就可以一個袋子搞定了 那我希望是這樣 那遲些我會再撿袋子看看 會不會太多東西 那如果真的太多東西的話 那我就一定要加多個背包仔 那當然啦 那這次就不會說非常之大 那最好不要什麼東西 那我希望是什麼相機 而不是什麼背包 那我們同場加影 那我可以開箱了 我們這個新推出的TELFIN 的上館袋 那我們這個上館袋 其實底這裡有兩塊膠 那標榜其實碰著車架的時候 就不會磨花它的 那當然啦 我就會再加多些東西 保護車架 那它就只需要兩條帶 就可以固定到我的袋子 不需要第三條帶 做一個垂直的固定 那所以其實是非常之好用的 那我上館袋其實就跟了三條帶的 一條長的就兩條短 那其實大家看到雞手鴨腳 那其實就兩條短都已經 OK夠用的啦 那因為Rollby其實就不需要 綁在下面 那麼長的啦 因為其實應該是Mountainby才用的 才適用的 那這樣就 今天開箱就這麼多 那多謝大家收看 那下次我就不知道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再出片 那多謝大家 好了拜拜